石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记载过自己与母亲的故事。 自从他生病后,整个人开始变得喜怒无常,时常会对母亲发脾气。 直到母亲去世后,他才追悔莫及,后悔当时没有克制自己的情绪。 他说,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 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孩子,千万不要跟家人来这套倔强,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一辈子不长,对家人和颜悦色,才不会空流遗憾。 家不是情绪的发泄地,而是心灵的避风港,把情绪关在门外,家才会成为幸福的归处。 有这样一个提问,我们为什么总是对陌生人客气,对亲爱的人发脾气? 有一个回答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肆无忌惮对亲密的人发脾气,其实是一种很聪明的任性,我们潜意识里知道对方爱自己。 但是所有的恶与相像都是对爱和亲密关系的一种消费,会无形中将家人越推越远。 微小说,你唯一敢得罪的那个人中有这样一个场景。 半年来,我每天下班都能听到邻居男主人的指责,他发火的理由通常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 我没带钥匙,为什么半天才开门? 把遥控器给我,天天看韩剧,烦死了。 直到有一天,敲门声响过后,出人意料,那个男人没有质问。 而是惊讶地叫道,妈,你怎么来了? 母亲出来,把儿子拦在楼道里。 你怎么在家一个样,在外面又一个样? 男人苦笑,在外面是为了工作。 我跟老板喊,老板会辞了我,我跟客户喊,生意就谈不成,我挑同事毛病,他们就会说我坏话。 没办法,只能回家发泄。 生活中,有很多人像这个男人一样,把在外受的委屈,生的闷气,通通发泄在家人身上。 但这样做,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消耗彼此的感情,在对方心头留下难以驱除的疤。 听一位医生朋友说过一个病例,一名健壮的男青年,平时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可是开车的时候,他每过一会儿,身体就会向一侧抖动一下。 十几年来,青年多方求医,却不见效果。 最后,在心理医生那里,他找到了病源。 原来,他七岁时,有一天在学校受了欺负,回到家委屈地哭个不停。 不巧的是,那天父亲在公司被领导骂了一顿,遭遇难安,回来见此情景, 把手提包往沙发上一扔,面目猙獰地冲上去,做了一个要踢他的动作。 虽然没有真正踢下去,但他却被吓得不轻,父亲的这个动作,给他留下了一生的阴影。 威廉、贝纳德在《哈佛家训》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不要认为家人不会介意你的伤害,伤害就像在篱笆上钉钉子一样, 即便把钉子拔出了,还是会留下痕迹的。 生活中谁都有痛不能说,苦不能言的时候, 但这不是你拿起语言的刀子,举起情绪的垃圾,扔向家人的理由。 朋友张姐有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 她的丈夫大方和善,孩子彬彬有礼。 去她家做客时,发现她的房门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 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带着微笑。 我好奇地问道,我也会时常提醒爱人,不要带着怨气回家, 可是她总是当耳边风。 你用木牌提醒,真的有用吗? 她笑了笑,解释说,我并不是提醒他们, 只是有一次我在电梯镜子里看到一张蹄背的脸, 紧锁的眉头,忧愁的眼睛, 把我自己吓了一大跳。 朋友的话,让我颇有感触,家人就像一面镜子, 你进门时的表情,会影响家里所有人的心情。 古人云,一人像鱼,举坐不欢。 这个世界上从不缺少幸福的家庭, 缺少的是懂得进门表情管理的人。 曾看过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在一个贫困家庭中,不幸的是接二连三的发生, 先是孩子分数不够,入学需要交高昂的择效费, 后父亲下岗,断了经济来源。 母子俩沉寂良久,整个家乌云遍布, 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父亲却始终平和镇定。 因为年迈体衰,父亲找工作连连碰壁, 然而母亲问他情况时, 他都笑着答差不多了。 后来父亲买了辆三轮车, 给人拉货,有一次不慎翻车, 车上客人的电冰箱摔坏了, 父亲伏地痛哭,然而回到家, 面对母亲的关心。 父亲却笑嘻嘻地连说没事,没事。 最终,一家人靠着那辆三轮车渡过了难关。 孩子也在父亲的感染下, 发愤学习,考上了名校。 周小鹏曾在一期节目中说道, 一个家庭幸不幸福, 从你进门的那一刻就注定了, 因为你进门时的心情, 便决定了你家庭的走向。 把烦恼抛在门外, 把温柔留给家人, 生活自然会还你幸福与和谐。 生活中,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和朋友发生分歧时, 你会为了维持关系, 微笑点头, 可回到家, 父母的一句唠叨却足以让你大发雷霆。 工作中遇到客户刁难, 你会忍气吞声, 可回到家, 妻子一句关心的话, 却让你找到了发泄的理由。 遇到冲突时, 即便他人挑战你的底线, 你也会保持自身的修养, 可回到家, 孩子的一生啼哭却让你火冒三丈。 周国平说, 对亲近的人挑剔是本能, 但克服本能, 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是种教养, 我们要警惕本能, 培养教养。 家是爱和温暖的安乐窝, 不是压力与情绪的垃圾场。 真正有教养的人, 会把压力与情绪消化在家门之外。 主持人李静讲过自己创业时的故事。 创业初期, 他常常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也没有, 要连轴开会, 还要宣传自己的电视节目。 每天喝酒应酬, 在洗手间吐完之后, 还要立马奔赴会议现场。 经验不足的他, 资金也极度缺乏, 焦虑和压力大到难以疏解, 他经常一个人放声大哭。 可每当深夜归家时, 他总会在进门前先站在一棵梧桐树下休息。 然后对着梧桐树, 倾诉自己这一天的痛苦烦恼, 心情舒畅后, 他才会愉快地推开家门。 因为在他看来, 家是存放幸福与欢乐的净土, 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最幸福的归处。 一个成熟的人, 应该懂得寻求方法释放内心的负面情绪, 而不是把一腔怨气, 发泄到最爱自己的人身上。 进门前, 把疲惫卸下, 把眼泪擦干, 最好的情绪, 值得给最亲的人。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